大家好,我是杜利,欢迎来到Mite学研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笔的大型项目 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两个所讲的例如 上两个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一笔的这个网络的结构 并结合这一笔的协议体系架构图 基地做了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和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是延伸上一条过所讲过的这一笔的协议的体系架构 做一些详细的一些分析 本条过我们来学习这一笔的技术研究中的这个IE802.15.4的通信者 实际上如果大家从前接触过以太网 就会对这一笔协议的一些思想并不会感到陌生 而且这笔的而且IE802.15.4的规范是满足这种国际标准组织 也就是说ISO的开放系统的互联简称中OSI的这种穿稿模型的 它也和以太网一样分为这种物理层和Bike层 我们现在看一下物理层 物理层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 一个是工作频频段和信道的这样的分配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呢 这一块我们在这笔技术初探这档课中就提到过 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再往前再稍微复习一下 这里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不管是在哪个频道上 他们都是直接系列的这样的扩评 使用相对的物理层数据 数据保护格式 7分紧在于不动的工作频段 调制技术不太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这三个频道有27个信道的 27个信道的它的编号是从0到26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它为Mag成提供数据服务和管理的这样一些服务 建立的来讲呢 就是在一条服务传输媒体上 实现数据链路实力之间的这样的透明的传输 各种及比特流 那么我们再详细点来说呢 主要是包括物理层连接的建立啊 维护啊 还有释放啊 这样一些事情 物理服务数据代言的传输数据层的管理数据编码 这样一些功能 这里主要解释一下两个概念 一个是服务演义 怎么理解这个服务演义呢 实际上它就是某一层向上和向下所提供的这样一组操作 也可以称作是一组服务 我们把它把这种操作就叫做服务演义 我们在编写这样的程序的时候 可能需要注意 这样的一段程序是不可分割的 什么叫不可分割呢 就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不可中断 那么我们在编写这种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做没做过这种系统的这样一种编程 那么我们就是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CPU 它是有这种可以通过外部的中断 或者另一部事件的中断 比如说中断发生 那么它就会跳到某一段程序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演义的吧 它是不可以不可以中断的 就是随便有不可能 就是它还没完成的时候 那么就会突然跳的到别的去 执行一些别的事情 那么这样是不可以的 服务演义 那么用于实现这种层一层之间的 这样细细的交流 另外一概念的就是服务访问接口 也就是Service Access Point 那么简直的就是SAP 不知道大家是还有一些印象 实际上在上一栏口 我们已经接触过这个SAP 我们说了这种什么什么SAP 就是每一层都有通过这种SAP 进行这种数据的这样一些接口 它是某一特定层提供的服务和上一层的这样的接口 怎么理解这里的接口呢 它实际上是指不同的功能层的这样的通信规则 是不是感觉这个还是有点不太好懂 那么我来举个例子吧 就是以正在讲的物理层来说 物理层服务接口 我访问的是通过设品固件和硬件提供给麦克城 以无线信道之间的这样的通信的规则 服务访问接口是如何实现的呢 它是通过服务研议来实现的 它的作用就是在为其他成功这样的一些基地的服务 我发现有的就是就是初学者呢 那么就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混淆这个服务研议和这个协议 这两个概念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讲一下这个他们之间的区别 协议呢就是需要通信的设备之间的同一层之间的 就在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传输啊 数据交付啊所达成的这样一些的规则 而服务研议呢 它是层一层之间的这样的一组操作 它一般就是发生在一个设备当中的 经过以上的这样一些讲解 相信大家的SAP应该是有了一些了解 但是SAP前面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SAP 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讲一下这些东西 比如说PLME-SAP还有PD-SAP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 现在看一看PLME-SAP PLME实际上就是Physical Nader Mergement Entity的缩写 加上这个SAP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物理层管理服务访问结构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负责在物理层和麦克层之间的 传输管理的服务 这样一些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维护物理层的 PNA的这个信息库 再来看看这个PD-SAP PD实际上就是Physical Data 完整的翻译过来就是 物理层服务访问 服务访问接口 很明显它的作用就是在物理层和麦克层之间进行一些这样的交互 PLME-SAP PD-SAP 通过物理层服务 服务 连以实现这种物理层的这样各种的一些功能 那么主要实现的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 主要包括数据的发送啊 还有接收啊 物理信道的能量检测啊 射频收发器的机构 以关闭啊 空闲信道评估啊 列入质量的指示啊 还有就是物理层的属性穿梭的波及设置啊 等等这样一些功能 如何通过服务研议来实现 这这样一些功能 可能比大多数学员来说 现在这个阶段 讲这些例如讲的太多 我可能可能会是不是觉得 有点就是弄的音乐专项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公正事件中 可能都用不到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IE缸802.15.4的标准文道 我会把这个文道给大家 后面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讨论 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 那么关于物理上的东西 我就基本讲这么多了